今天是10月20号 上午已经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一个盘面 三大指数探底回升 那么A股能不能抄底 这个位置底部探明了没有 还有接下来会怎么走 市场的焦点 热点主要集中在哪里 半导体今天表现的强势 那么能不能追 如果大家对这些问题都感到迷茫的 看不懂的 仔细听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的一个K线 上阵的话 在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小 十字星 那么是一个假的阳十字星 这里怎么理解 这个位置是不是探底成功了 接下来怎么走 其实说探底成功了 为时上涨 有朋友问 这个位置能不能抄底 其实我觉得要区别对的 有些是能抄的 但是有些不能抄的 那么你说这个位置占美了没有 目前来看 还难言其稳 也就是说 这个3000 这个3000点还不一定能守得住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 还是要拼谨慎一点 就说这个仓位 还是要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不能满仓的去做 有满仓的话很被动 我们来看一下分时 分时 是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微跌的状态 然后我们看整个上涨的是899家 下跌的是1000多家 感觉这个盘面就是有点弱 对吧 从今天上午的这个盘面来看 明显的啊 上证比创业板要强 那么创业板这里 盘中的最低 跌了两个多点 那为什么创业板会出现这种 沙跌的状态 其实主要是因为 灵德时代的一个沙跌 大家看一下 灵德时代的一个大跌 跌了四个多点 把整个创业板给带下来了 如果抛开 灵德时代的一个下跌 我觉得创业板 它跌幅并不是很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哪里呢 大家看 创业板上涨的是641家 跌的是514家 其实它涨的票 比跌的票还多 对不对 其实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盘面开始在回暖 通过这两个指数的对比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指数啊 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恐慌 然后提踩股属于一个停顿的状态 也就是说前期大涨的那些提踩股处于停顿 也就是说是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其实好办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盘面太迷茫的 仔细来听了 我们来看板块 板块的话其实很简单 今天的撞行效应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一些板块又开始回来了 比如说数字经济 对吧 大家看数字经济 今天上午的话 有5个票涨停 涨幅是0.91% 还有谁 还有像人民币贬值 新篇概念 这些又开始回来了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市场的主线还是在医药 医药这一块以及数字经济这一块 但是很多分支起来了 所以接下来市场还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 赚钱效应比较好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留意下这些核心品种的走势 比如说像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再度拉高 对不对 拉高的过程中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很多票继续在上涨 赚钱效应 仍然很突出 对不对 那接下来这些新上位的这些票 大家就一定重视了 这新上位的票 高斯贝尔 英飞拓 中国长城 包括若宇成 这些就有机会走出一波新的反攻 也就是说 新的一轮带头大哥 大概率会在这些方面产生 所以大家是只能重点留意和跟踪的 当然 医疗细细这一块也是需要留意 这是近期的一个 主要战场 大家看医疗器械的话 它总是其实很简单 突破以后 出现一个震荡 震荡 继续进攻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医疗器械 这个个股的情况 医疗器械的个股 所以说 是多资票暂时涨清 这里有叠加的器材 比如说像高斯贝尔 对吧 高斯贝尔 它是叠加了医疗器械 叠加了数字经济 所以像这种票就容易被资金给观众 还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市场回暖的话 那么龙头票往往是热门叠加 对不对 如果一个票是热门叠加的话 最容易被资金给带起来 所以前期的万方发展 包括 这个国卖科技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强势的一个叠加题材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 市场仍然出现分化 也说后排有一些掉队的 容易出沙跌 大家看一下像彩虹集团 对不对 这种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跌停 这种票被资金抛弃以后 大家就需要小心 还有就是像男性信息这种 对吧 昨天出现一个大英镑杀跌 今天暂时杀 其实昨天我就跟大家说过 它是属于什么出货 还有朋友们 我能不能做抄底 能不能做手英 其实它不是手英 朋友们 它手英在这里 它手英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如果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你就不应该在这个高位去接盘了 如果你在高位接盘 大家看一下 昨天一个大低音霸 杀跌 今天再跌 所以你很被动啊 这个票后期可能还会有机会 冲高给你解套 但是记住啊 它这一轮的走势啊 基本上宣告结束 也就是说它的地位 正式要交给其他人了啊 交棒了 所以大家去操作说 还是要平谨慎 从今天上午的整个盘面来看 指数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感觉不是很强 但是板块题材也是一样的约领 感觉不是很强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个节奏 这个时候 不明朗的时候 控场仓位啊 这个仓位不能过重 等待新的一个核心票 龙头票的一个 紧急突破 也就是说啊 看市场新一流的大头大哥在哪里 那么新一流的撞行效应在哪里 大家可以考虑到时候再把这个窗位提上来去进攻 所以现在的这个盘面啊 控制窗位以后 等待机会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